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延伸到晚上 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外出活动的时候 记得要攜带雨具 接着带大家来看定量降水图 今天午后的天气是不太稳定的 尤其这个西半部 东北部地区 还有其他山区的地方 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西半部的午后雷震雨 甚至还会可能延伸到晚上 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外出活动记得要攜带雨具 接着我们来看到明天 梅雨滞流风逐渐的北移 台湾附近逐渐转为东南风 迎封面的花东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 这个水气是不断的增加 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各地的山区在午后 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震雨的机会 但是有可能小范围的剧烈天气 比如说是雷急或者强风 瞬间的强降雨 都有可能会发生 接着我们来带大家看 未来一个礼拜的下雨的趋势 从明天到礼拜四 是以东南风为主 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那迎封面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 以及这个恒春半岛 会有一些不定时的 零星短暂震雨 在中午过后 天气会转为比较不稳定 尤其是西半部 东北部地区 还有各地的山区 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震雨 并且有局部较大雨 是发生的几率 接着到了周末 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由于南方的水汽 北移 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 仍然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他的地区 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还是要注意 中午过后 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7月2号到7月4号呢 中南部地区 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都是 多云到晴的天气 中午过后一样 也是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震雨 接着带大家来看 未来一周的温度变化 我们先来看到北部地区 在下个礼拜呢 平均的低温大概都是 26到27度左右 另外在高温的部分 普遍都是非常的炎热 尤其可以看到 今明两天 这个高温大概在33度左右 尤其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时候 高温会来到34度 局部地区不排除 甚至有可能到36度 一直到周末都是维持这样子炎热的天气 但是来看到南部地区 这个就更热了 整体来说 南部地区的高温都维持在31到34度之间 局部的地区还有可能上看到38度 但是这个低温也是很热 到了晚上还是维持在28到29度 因此睡觉的时候会感觉比较闷热一点 我们也整理了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从今天到下个礼拜四 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东部东南部地区 还有恒川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在中午之后 西半部东北部地区 还有各地的山区 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震雨 而且有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到了周末 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 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也是一样午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震雨 不过整体来说 台湾持续维持在太平洋高压外的外围区 大环境的风向持续偏南风到东南风 没有特别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台湾 不过陆地上每天都有机会 可以出现午后热对流的雷雨 平地受影响的区域 会比较偏向于中部北部一带 甚至到东北部一带 接着我们来带大家看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高温34度低温26度 接着我们来看到中部地区 高温是34度低温25度 日夜温差比较大 再来南部地区高温35度低温26度 接着东部地区高温是32度低温25度 最后来看到外岛 外岛的高温32度低温26度 接着最后有两点小叮咛要提醒大家 午后的天气不太稳定 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 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震雨 需要留意西半部的午后雷震雨 甚至可能会延续到晚上 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 记得要攜带雨具 接着各地最近都非常的炎热 高温大约都在31度到36度 其中云林南高平还有花莲花东 纵谷的地方 还有机会出现到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民众外出活动的时候 要记得做好防晒 并且多多补充水分 以上是这一节的中视气象 我是王一仲 广告回来请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